天堂吃一半 地堂被剩一 起开了降下 起开了降下 加增 不是加增 是加增 一个动词而已是持续在发生的事 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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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要更多 他说的加增 祝福得着更多 在课本第八頁讲到加增祷告的属灵强度 我们知道这一个强度 好,這是一種禱告,好嗎? 這是第二種空洞的聲音。 一二三三種一樣嗎? 第三種有那種強度。 當你進到第三種的頻率, 情況就反過了。 如果你只是一般性的禱告生活, 雖然禱告時間很簡短, 但是你覺得好長啊。 懂不懂? 當你禱告三十分鐘, 你覺得好像禱告三小時一樣。 好久了。 當你禱告一個小時, 你覺得好累啊。 如果你只是在肉體裡一般性的禱告, 但是這種頻率, 你禱告越久, 你會覺得時間怎麼這麼短。 第二種呢? 你禱告越久, 你可以領受更多的能力。 因為禱告就像你在充電一樣。 這一種的頻率, 是一種不同頻率的禱告。 你可以進入水流, 是有那一個強度, 在你的靈里, 你更多的禱告, 你會更想要禱告, 你更多的禱告, 你會更多得力。 這個就是你的屬靈強度, 擴張了你的容量了。 阿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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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當你這個屬靈的強度, 在屬靈上, 屬靈上, 屬靈上, 強度。 這麽看, 假設你肚子很餓, 而且你胃口非常好, 你會怎麽樣? 人家帶你去吃自助餐, Buffet, 哇! 你一定是一盤接著一盤。 第一, 你會吃得更多, 而且每一道食物都吃了, 你餓, 你餓, 但是另一種情況是, 雖然肚子餓, 但是沒有胃口。 人家帶你去吃大餐, 你可能只是勉強吃幾口。 明白我的意思嗎? 所以在屬靈的領域裡, 當你也領你餓了, 而且你有很好的屬靈胃口, 可以吃很多。 哇! 所以在靈界裡, 你需要到達到那種程度。 那是耶穌說, 慶祝是那些人, 那是那種程度。 那是耶穌說的, 所以那是那些人, 那是那些人。 所以這就是耶穌說的, 饑渴牧魚的人有福的。 因為他們被得保足, 你在你命面要達到那種境界。 在詩篇115篇14節。 他説耶穌祥叫祂的, 祂祢和祢的子孫日見加征。 在我們課本, 第一個經文。 这个子孙不必然 只是你肉身的 亲身的儿女 耶和华教我日渐加征 是什么样子加征 我的属灵胃口 要日渐加征 我属灵的能力 我属灵的渴望 我属灵的饥饿 他说要加征 我属灵的火热 我属灵的切勿 要加征 我对于神的爱 要加征 可慕要待在神的同在里 可慕恩公 可慕成长 可慕属灵 神仙要加征 日渐加征 阿们 所以有这样一个扩张 你的属灵强度 有加增的 有扩大了 为什么我们要这么样 重复强调祷告 格外的重要 有几种能力 一个是祷告的能力 神话语的能力 进食的能力 赦美的能力 敬拜的能力 还有团契的能力 把这几个力量 集合在一起 你可以很容易 快速的成长 到底我应该怎么做 才能够加证 我祷告的属灵强度呢 我们讲太慢吗 不过很慢 还是讲太快 还是太快 刚刚好吗 刚刚好 因为你们香港人 讲话都很快 所以我讲得很快 所以这速度是要 再快一点 还是慢一点 还是就这样子 哪一种 就这样子 是吧 OK 就这样子 OK 第一个 他说 借油是你的模式 很简单 你在走路啊 一个是你在走路 然后你再跑 然后另外一个是用飞的 这三个有什么差别 你现在要走到北京 要走多久 或者用跑的跑去北京 然后另外一个人是 搭飞机飞去北京 第三个跟前面两个 有什么不一样 不是靠你的能力 是靠飞机的力量 所以 默示 这个激励就是 这种功能 这样懂吗 你坐飞机 你就在飞机上放轻松 飞机就把你这样 载到你的安全的目的地降落了 这个就是 当你被圣灵激励来祷告 第一 很兴奋 不费力 很甜美 很更新 达能力 被更新 超级满 超级美 为什么 因为有一股力量 就好像是什么 让飞机可以起飞的 就是引擎 不是它的轮子 在这里的引擎指的是什么 就是圣灵的激励 谁激励我们 圣灵来激励我们 所以如果你要加着你祷告的属灵强度 强度的话 你必须靠着圣灵 所以为什么你我 我们需要有圣灵 你要明白它是非常广泛的 第一 圣灵可以当你的朋友 在哪方面 它可以当你的老师 它是你的朋友 在哪一方面 它可以当你的祷告同伴 所以当它成为你的祷告同伴 你就好像有那个引擎一样 可以有那个祷告的灵感 罗马书8章26节27节 他说况且我们的软弱 有圣灵帮助我们 本不晓得该怎么样 祷告圣灵怎样 圣灵会亲自的来帮助我们 为我们来带救 所以你是成价在圣灵的语义上 这个就是圣灵的末世 约伯记32章第8节 在课本这里 他说 但在人里面有灵 全能者的气 使人有聪明 吉波派后书3章16节 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 都是神所启发的 如果你的祷告的 属灵强度要增加的话 你就必须要有 圣灵的启发它的末世 第二点 你要有高度的属灵期待 没有期待就没有彰显 没有期待就没有彰显 我们看到那个瘸子 他坐在美门口 他说 拜托拜托 洲际穷人 洲际穷人 你的期待是什么 就希望别人给你钱 换句话说 我们要有一个期待 我要更高的成长 我的祷告生活要增长 诗篇138 第8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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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一起来读起 耶和华必成全关乎我的事 耶和华你的慈爱永远长存 求你不要离近你手所造的期待 我一定要有一个期待 有生活方面的期待 还有属灵方面的期待 说 我要扩张 我要成长 我要更多认识你 我要得着能力 我要复兴 我要被你使用 这个就是期待 苏醒我 复兴我 这个就是期待 使用我 你来荣耀你 让我成为一个发言人 我要产生影响力 这个就是期待 你的心里要有一个期待 如果你真的想看见 扩张的话 你想看见加征的话 你真的希望看见你属灵的强度增加的话 你一定要有期待 它是关键之要 必须是这种高度的 高度的期待 是因为你存在这种高度的期待 以至于你所要的释放下来的 幻学露的妇人 她心中充满的期待到耶稣面前 她想说 只要我摸了耶稣的衣角 我就可以痊愈了 你要什么 我要医治 她有没有得医治 当然有 为什么 因为这是她所期待的 曾经有一个神的仆人 他叫做Johnson牧师 他曾经分享一个见证 就是呢 在聚会里面 有一个瞎眼的姐妹被带来聚会 然后她呢 拿着这个拐杖来到教会里 别人就带她进入教会 坐下来 然后呢 她坐在那里听讲到 聚会快要结束了 她眼睛还是听得见 只是眼睛看不见 下来说 我们要祈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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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祈祯 然后呢 瞎眼的姐妹就大声喊说 不可以聚会结束了 大家就想说为什么 她说我还瞎眼 我都还没眼睛被打开 还不准结束 大家都转向她 想说这个姐妹怎么办 她就拿起她的拐杖 她很凶啊 她就拿起她的拐杖 这样到处挥 就说我还没看见啊 我还没看见啊 大家赶快躲啊 台上的这个牧师就说 停了停了不要这么做 她说又不是我 可以叫瞎眼得看见 是耶稣才能做的事 哇她就还是拿着她的拐杖 到处挥啊 她就说耶稣我还是看不见 你一定要打开我的眼睛 我还是看不见 要不看到她的期待 所以大家都在想 他就说 啊耶稣 怎么办 耶稣 哇 大家都跑走了 吓跑了 只剩下她还拿着拐杖 在那里挥 耶稣我要看见 我要看见 哇 大家赶快让开一条路 耶稣 耶稣打开我的眼睛 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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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眼睛 哇 我还看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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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瞬间她的眼睛真的就被耶稣打开了 她说哇 我可以看见 可以看见了 阿美 阿美 你们看到这个就是期待的力量 如果她来 她聚会结束 哦好吧 聚会结束了 阿美 再见 再拿着拐杖回去 去哪里 去哪里 能不能看到期待 所以如果你什么期待都没有 就没有办法有结果可以呈现出来 因此你一定要有所期待 为着你的灵命 为着你的梦想 为着你的秘定 你一定要有所期待 不要安逸于现况 阿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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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你不要安逸于现况 好 第三个 挑战你自己往更高的层次 在尼西米纪六章三节 你有没有看见了 你要挑战自己往更高的层次 我们一起读这一节经文 请 于是往他前人 去见他们说 我现在犯你让 我不能下去 原来请公开 我离你们 我们都熟悉尼西米的故事 我们看看这个人几个部分 记得他那时候呢 他是被掳到另外一个国家 然后呢 服侍那个国家的国王 但是呢 他耳闻呢 他自己的百姓呢 被俘虏的光景 他心里面充满着沉重的负担 他说我要回去 所以他做第一件事是什么 他就是开始禁食祷告 他要做什么事 他其实要回去重建这个城墙 就是要用水泥啊 所以实际要盖城墙 这个跟禁食祷告有什么关联呢 你是要去盖城墙 结果你怎么先禁食祷告 你知道这什么意思吗 换句话说 自然界每一件事情 都是由灵界掌控 换句话说 灵界里你没有打胜仗 自然界你是永远无法得胜 因此祷告很重要 是啊 你要建造这建筑物 你有钱啊 但是还是有可能会发生很多事 所以为什么法律 我们说灵界他是一个关键之要 他祷告 他进食 你看到他所面对的这些仇敌 这些势力呢 要叫他停工 他说我不能下去 他挑战自己 要保持这个高度 要完成他的任务 仇敌会来攻击你的梦想 他会来攻击你的意向 如果你说你有意向 你从来没有遇过任何挑战 那这是一个大问题 大问号了 就算神亲口对你说了 你还是会遇到挑战的 所以为什么你的祷告层度在哪里很重要 撒旦不怕任何人 他不怕你有什么头衔 他可以攻击任何人 你的家 你的生意 你的服事 你的人际关系 任何你周围的一切 你的健康 但是如果你的属灵强度是很高的 你可以做什么 你就可以抵挡仇敌 你一定要挑战自己 尼西米自我挑战 他说我一定要完成这个城条 你也要自我挑战 第一 我一定要完成我的意向 二 我要成长更高 第三 我要完成神对我生命的活着 第四 我一定要成为属灵的人 五 我要保持充满祷告 而且大有能力 自我挑战 自我挑战 如果你想要行在高层子 第四 自由的灵 2 Corinthians 3 V17 哥林多后书 3章17节 主就是那灵 主的灵在哪里 哪里就得以自由 你有那个 尽快的自由 可以跟神联解 Liberty in your prayers your expression now when you don't have liberty to express you cannot flow in the high in the realm of the spirit I am free if the son seed you free you are free indeed you exercise your spiritual liberty in your prayers you see you just come mumbling your mouth you may not explain revival oh lord i bless you 主啊我操守你 我把荣耀真正贵给你 伟大的神 excellent jehovah oh thank you for your message 谢谢你的怜悲 holy spirit 圣灵 feel me afresh who in me empowered me suse me 我赐给我能力 Liberty 这个就是自由的灵 O Labadadu Satako Parade Canto Parado I love you oh 别放人了 让我搬啊 so you just Liberty 他在表达这种自由 Liberty 你有自由 你走入你的厨房 Liberty 你有自由 是吧 常常祷告 常常祷告 任何地方 如果你自己一个人住在一个地方 没有人跟你一起住在一起 你走到哪儿都是一个祷告中心啊 是吗 你到处都可以要祷告 所以为什么你就是可以有自由 像我们要来教会的路上 我来到自己的路上 我的哥哥打电话给我 所以我就边走路边祷告 这样祷告来到这里 你有没有看过有些人 他们会在外面讲电话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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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啦 W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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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然 手机可以用来 手机可以用来讲电话 对不对 那当然也可以用来祷告的 这个就是一种自由 自由 我的永远 我 的永远 我 的永远 跳舞 跳舞 我只有为你而活 我的永远 我的永远 你会唱吗 我的永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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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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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自由 没有自由吗 你不自由吗 没有自由吗 没有自由啊 没有自由 没有自由 香港人的自由是这样的表情 你知道嗎? 有有,我自由 香港人的自由是叫表達 有有 有不是有有,我有自由 我自由有 自由的人應該不是 我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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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你而活 我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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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人的自由表達方式是這樣就對了 香港人的自由的表達方式是這樣就對了 手放前面 我自由 我自由 好啦,我要放鋼子好了 我自由 我自由 就努力一下自己為你 他怎麼搞命 可以跟布施講一下嗎 他不知道你們到底怎麼表達你們的自由 不是我咧 你們這裡怎麼表達自由 我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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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英文 我自由 我自由 不是每一個人都自由是吧 如果你自由的話要大聲說出來好嗎 I am free 我自由 好來第五點 通過能力的靈 Isaia 11 Verse 2 And the Spirit of the Lord shall raise upon Him The Spirit of wisdom, understanding and the Spirit of counsel and might The Spirit of knowledge and of the fear of the Lord Amen You remember this guy? Somebody called...Killem The guy has minds Kill me this mountain 他說把這一座生給我吧 阿公 爺爺 一個八十八十五歲的老爺爺 這裡有沒有八十歲的人 六十歲 一百二十歲 沒有了齁 你能想像提阿勒嗎 85歲 他來找約束亞 神有應允我 要把這座山給我 記得那是亞那族人巨人住在那裡 把這座山給我吧 這就是能力 85歲 他去打仗 打敗敵人 搶了這座山 這個就是有能力 能力 當你有能力 就有膽量 當你有膽量 當你有膽量 你就有自信 有了自信 你就可以占領得著屬於你的力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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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力 有能力的人是不會畏懼的 沒有懼怕的 當你有這個能力的力 你屬於你的強度可以擴張的 你的禱告 你的禱告不會都是這樣一副德心 這樣子禱告沒有能力 你的腦袋要像機關槍一樣 你在掃射 有沒有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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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天又有屬靈的體力 一種體力 所以我們有身體的力氣 體力 也有屬靈的體力 聖經上說耶穌講話大有能力 也就是說有一種屬靈的力量 當你一禱告 你周圍的人都可以感受到 強度 你不可以在一種有強度的恩膏之下禱告 還一直打喝歉 那是不可能的 它代表怎樣 你的禱告根本沒強度沒有能力 efficiency 出來 對不起 饒了我吧 當你有屬靈的體力 所以你的方言导歌不是機械化的,永遠都是同一個音調,不是的 是嗎?是不是?不是那種很枯竭的方言不是 你自己感受得到當我方言禱告一分鐘我等一下要示範你就可以想到 你感覺到怎麼樣? 你感覺到什麼? 感覺到熱熱的,熱氣幾秒鐘而已 那種感覺就好像你在洗三溫暖一樣,你一進去全身馬上有冒熱氣了 第七年,靈力追求不斷的加征 所以你的靈力要不斷的去追求 不是嘴巴說,從你的腹中央流出火水的江河 很多人放言黨十年,講北京 他們放言十年,你聽十年都一樣,北京,北京,北京,香港,香港,香港 沒有改變過 你一祷告,你感受到,你感受到,懂吗,懂吗,不懂吗,不懂,突然没办法, 好地方底,通过信心之灵,哥林多后书4章13节,信心是一个灵, 那我们既有信心,正如经上记者说,我因信,所以如此说话,我们也信,所以也说话,信心,信心,信心的灵,信心就是能力的恩赐, 当你凭着信心说话,以利亚说,明天这个时候,会发生这样的事,能力,在他的话语里,凭着信心说出来,果然成就了, 照着我说的话,天要闭塞,三年拜不下雨,果然天就闭塞了,这个就是有信心能力, 所以你道道的树林强度,要成将在这些信心的语义上, 第九,真理的奥秘,提摩太前书三章九节, 要存清洁的良心,固守真道的奥秘,讲到真道,信心它是一个奥秘, 但是你是要凭着这个清洁的良心来坚守着它。 好,一个成人跟一个小朋友,两个人祷告,谁能够先得到的恩赐? 小朋友为什么?因为他有纯洁的心,小朋友就是相信,对不对? 别人成人都要头脑要闪要闪,这里告诉我们要清洁的心, 固守真道的奥秘,这样你的强度就可以增加了。 第十,透过话语的灵意,约翰福音六章六四三, 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异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 神的话语是什么呢?就是灵。 在神的话语里面有灵。 等一下牧师教导我们如何用神的话语祷告,就告诉我们怎么样子,它会有怎么样子的功能。 这不是一本普通的书,这是自句里面背后是有灵的。 所以当你在神的话语里面你得着的,是哪一个部分?就是生命。 你就可以祷告出生命,它可以带出果效。 十一点,透过话语的亮光。 诗篇119-105节。 他说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 你想要加增,你要加增你祷告的强度,你要行在话语的亮光里。 神的话语是什么?就是光。光。 接着我们要来祷告。 我们尊重在这11点。 有没有看到这11点就是11个祷告的事项? 有没有? 第一个是什么? 祷告耶稣基督的名字。 祷告耶稣基督的名字。 今日我祷告,求圣灵启发我,来扩张我祷告的强度。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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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点。 高度的属灵期待。 天父,我认识基督的灵。 我的期待。 除非不知乱绝。 我的期待。 我的期待。 成长的期待。 我的期待。 我的期待。 我的祝福的期待。 主啊我的期待 让你照顽我的期待 放耶稣上灵 要不求祂出现 不求我所期待的 属灵方面的期待 这一句话期待 你就可以祷告两个小时 第三 挑战自己往更高的层次 更高层次 天父 天父我祷告我的灵力 要被提升 我要行在高层次里 在刀告方面 属灵方面 与神的关系上 德能力上 还有神迹 歧视上 圣灵的恩赐 奥耶稣的灵 第四点 自由的灵 我领受 自由的灵 同今日日期 我自由 自由祷告 自由讲道 自由敬拜 自由成长 不再限制 不再有任何的 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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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奥耶 苏基督的名 从今日起 所以你可以这样继续地祷告 第五点 透过能力的灵 天父我命受能力 在我的祷告生活里 日日 能力 准备好了 1到11点 这样明白该怎么祷告吗 所以 你的祷告不可以这样吗 让圣灵的末世 会被灵的灵感 令到我 在耶稣的灵感 所以不可以那样子地祷告了 这个人不可以这样子地祷告了 你会看到刚刚牧师师们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 求你来激励我 更多祷告 奉耶稣的名 我的灵命会被激励 我的祷告生活也会被激励 我的话语基础也会被激励 所以你要有生命的祷告出来 準備好了 我们准备好我们要来祷告 我们同时开口祷告 我们都在一起 有什么名义 我们都在一起 我们都在一起 这种东西 我们都在一起 我们都在一起 是什么东西 的音乐 今一年 我们都在一起 我们都在一起 我有一点 非我 什么 我 有没有 谢谢 好,我們要來看怎樣運用你屬靈的合法權,如果你有買用神話語禱告第一集的話,你可以打開第一張,沒有買的沒關係,就請你打開聖經,詩篇165P24。 我們先看第三頁,這裡告訴我們用神話語禱告有26樣好處,所以有幾樣好處呢?26,有幾樣好處呢?26,所以我告訴各位有哪26樣好處? 第一,當你用神的話語來找到,第一,它幫助你建立屬靈穩定性,透過神的話語,你屬靈的穩定性被建立了。 為什麼? 因為神的話語就是建造我們靈命的建築材料。 第二呢? 第二呢? 它幫助你建立信心。 神的話語就是建造信心的材料。 第三,它使你更新。 每次你用神的話語來祝福,你會經歷到一個靈體的更新。 第四,它使你聖結。 它使你聖結。 神的話語使你聖結。 你聖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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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過神的話語。 它有能力的。 第五,它竭進你。 它有竭進的功能。 它可以竭進你。 第六,它支你力量。 你得著力量。 第七,它給你膽量。 什麼話語? 什麼話語給你怎樣? 什麼話語給你怎樣? 我記得它不是那一本嗎? 第一。 那不是第一本嗎? 不是第一本嗎? 這是第一本嗎? 那是第三。 第一。 那是第三。 沒關係。 沒關係。 她說,她說,她說,她想拿一次。 她說,她想拿一次嗎? 她想拿一次嗎?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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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她說一次。 第七,她想拿一次。 第八,祂给你确信和依靠,第九,祂使你为神火热,为什么? 因为神的话语里面有火,当你祷告,里面就有火,你想要有火,用神的话语来祷告。 第十,祂使你尊重在属神的事物上,十一,祂给你顺利胜过罪汗撒旦,十二,祂带来喜乐和欢乐,十三,祂带来兴奋和期待,十四,祂使你更亲近神,十五,祂使你更亲近神,十五,祂使你更亲近神, 祂使你处在神的同在里,十六,祂帮助你维持复兴,当你复兴,你复兴之后要维持复兴是很重要的,十七,祂启发你祷告更多,所以你怎么得着圣灵的末世,其中一个来源就是常常用神的话语祷告,十八,祂吸引圣灵的统在, 为什么呢?因为神的话语就是圣灵的末世所写下来的,所以你希望得着末世,启发的话,要用神的话语祷告,十九,祂可以带来鼓励, 因为神的话语里面有八千八百八十六个应许,八八八六,八八八六,二十,祂带来安慰, 再来,祂可以带来属灵和身体的力量,所以没有任何书像神的话语教可以赐给你力量的,再来,祂可以更新你的心思, 以弗所书四章二十三节,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心,当你用神的话语祷告, 你属灵的心智就被更新了,二十五,祂使你如一般重新得力,二十四,你的答案有确据, 耶稣说,如果你是照着祂的旨意,祂的话语来祈求的话,就会成就,再来,二十五,祂可以带来医治, 在耶利米书八章二十二节,神的话语就是在激烈医治的乳香, 神的话语是医治的使者,诗篇一百零七篇二十节,祂发明,医治他们,拯救他们,脱离死亡, 二十六点,祂可以带来拯救,当神的话语一发出,医治就产生,还有拯救就产生, 这个就是当你用永生神的话语来祷告的时候,可以得到二十六个大有能力的好处, 好,那我们要来看一节经文,诗篇一百零五篇二十四节, 诗篇一百零五篇二十四节, 繁ères要来帮我按照 vamos翻译。 唷真语录白, 看見我們寫的方法,你不看過祈禱,是祈禱,你不是說祈禱,是祈禱,你不看過祈禱,你不看過祈禱,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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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祈禱。 現在我們來看看我們如何使用祈禱,為祈禱,讓祈禱,讓祈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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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祈禱。 因為你的話語能力,我叫耶穌明明,祈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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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你的话语成就的上帝 你叫做小我们大大加征 我们要来到你面前 要领受你恩高的加征 耶稣我们知道 我们祈祷不是只有口感 而是满有神力的能力 所以我奉耶稣是否宣告 我们这里每一个人 与你的关系 大大加征 我们土的生活是有突破 并且是整天增加的 并且是稳定的 并且不是只有说 是真的见到有效果 我奉耶稣是否 神亦恩高在我们生命 大大加征 神亦恩来说 让我们对你的爱 并且是我们对你的爱慕 并且你对我们的爱 是互相的 我们被你爱充满 并且我们要用更多的爱去回应你 亦都要祝福我们的财富 我们的生意 是想明人灵 让我们成为 是一个又有谦卑 亦都是跟随神的人 去献上我们的生意 让我们见你的神的国 神你的二维先 你会将这些家给我们 是这样我们将我们的事工加上 让每一个人都让他们成为职场 每一个地方的宣教士 每一个人不说那样 将福音这个传闻的恩赐 这个能力寄给我们 让我们有这个信心 有这个勇气给我们 让我们手所做的工会加增 主要是为了让我们给敌人强盛 因为在我们里面比世界更大 让我们不会生病 让我们不会贫穷 让我们比贫穷更加强盛 并且比我们的软弱更加强盛 主要我知道 让你是我们的盼望 让我们等候的时候也不会失望 让我们被失败强盛 我们一生绝对不会失败 让我们也从失败里面去学习 主要让我们被死亡强盛 我们不会夭折 我和耶稣去明白 我们的日子会满足 我们被沮丧强盛 我们绝对不会罪 所以我们被魔鬼强盛 因为你是比魔鬼更加强盛 因为你是会引起我们 终于一切的真理 并且真理会打破一切仇劣的诡计量 不会偷使失去毁坏我们 也不会忧伤 我们会被不人强盛 我们绝对不会不生用 我们会多极果子 三十倍 六十倍 一百倍 并且我们被拒绝强盛 我们不会被拒绝 我们会接了 主谢谢你 使我们大大奸真 我感谢你给我们 阿们 Gum U 神的话语就是你属灵的合法权利 因此当你在运用神的话 上帝尊荣他的话语高过于他的名声 你站在应许上 你怎么把神的话语个人话来祷告 就是刚刚他做一个示范 我们已经在这个经文下面写了 用这个经文祷告的范例 我告诉各位四个步骤 很简单的步骤 第一步你可以写下来 你先选一个主题 你想要祷告的方面是哪一个主题 例子 假设我要祷告的是加征这个主题 这是第一步 在你的脑海里 第一个就是你要祷告什么呢 加征 所以第一步是什么 选一个主题 那第二步呢 第二步就是你要选择经文符合这个主题的经文 就像我们现在选的这一节经文 诗篇105.24 这一节经文怎么说呢 耶和华使他的百姓生养众多 使他们比敌人强盛 这个生养众多 在清定版的英文版本 直译过来是讲大大家争 所以耶和华使他的百姓大大家争 好 我们读一次好不好来讲 耶和华使他的百姓大大家争 使他们比敌人强盛 所以这个经文是谁的 这个应许是谁的 这个应许是谁的 这个应许就是什么 一般性的 是给我们大家每一个人的 是给我们 在这一点上面 第三步就是说你选的这个经文 你要把它个人化 变成这个经文是属于你自己的 可以怎么做 就是有几句你把它改过来 几个字改过来 好 所以在这一节经文里面呢 你可以做 中文里面你是做两个改变 他的百姓 你把它圈起来 是你的圣经 你可以把它圈起来 上面写我 第二句话 他们 你可以把它圈起来 上面写我 你有买课本 你可以在你的课本上 做这样一个改变 明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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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已经改过来了 所以我们要读一遍是改过来的 懂吗 好 Let's go 耶和华使我大大加增 使我比敌人强盛 现在这个应许是谁拥有的 就是我个人拥有的 为什么 因为我已经把它个人化了 第一步是什么 选主题 第二步 选经文 第三步 把它个人化 第四步 你把它放在你的祷告内容里 运用它来祷告 这样很复杂还是很简单 很简单 很简单 我做了什么事 我感谢神 祂的应许 封耶稣基督的你 主谢谢你 当我 用你的话语道道 让你的话语 让你的应许 你使我大大加增 既由神的话 我来到你面前 你者我有属灵的合法权 我要领受加增 奉耶稣的名 我的祷告生活 会加增 大大加增 奉耶稣的名 我的收入 会加增 大大加增 借由神的应许 奉耶稣的名 我的祷告生活 会加增 大大加增 借由神的大能 我对神的渴望 会加增 奉耶稣的名 我对神的爱 会加增 大大加增 我的热情 会加增 大大加增 或耶稣的名 神的恩刚 在我生命里 也会加增 神的恩宠 在我生命里 也会加增 大大加增 神的灵敏 借由神的话语 要加增 大大加增 或耶稣的名 我领受极大的加增 借由神的应许 或耶稣基督的名 第二句话 使我比敌人强盛 或耶稣的名 我比我生命 每一个敌人 还要强盛 我比疾病强盛 我绝对不会生病 我比失望强盛 我绝对不会失望 我比失败强盛 我绝对不会失败 我比沮丧强盛 我绝对不会沮丧 我比贫穷强盛 我绝对不贫穷 我比拦阻强盛 我绝对不受拦阻 我比限制强盛 我绝对不受限制 耶稣基督的名 借由神的话语 我宣告 神的话语 应许 神的应许 在我生命里 在我的家庭里 在我的生意上 在我的服势上 在我的教会里 都要实现 借由神的话语 我的终极命令 也要成就 借由神的大能 耶稣基督的名 我宣告 神的话语 要成就 苏数成就 在耶稣基督大能的名 挡脚 非常地甘甜 我看到 好像有灵感 因圣灵激励了你 没有圣灵的激励 给你灵感,奉耶稣的名,祂使我大大加征,主,祂使我奉耶稣的名,我的钱。 所以如果没有圣灵给你的灵感,那个激励的话,你就没有那个水流。 你要讲,你就不知道该讲什么话。但是一旦有圣灵激励你,启发你,你进入那个水流,那个话自然就会流露出来。 所以刚刚的示范就是,怎么样把神的话语,个人话,并且来祷告。 这概念明白吗? 神的话语给我自己的祷告词,所以我要把我的祷告词结合神的话语,使我大大加征我的财务, 藉由神的话语,说耶稣的名,加征我的灵命,神的话和我的话要结合在一起,它才能够产生出力量。 很多人没有这么做,他只有这样, 有所谓耶稣的名,祝我大大加征,使我比敌人强盛。 第一步,很多人祷告只是引用经文。 神啊你的话语说,你使你的百姓生养众多,使他们比敌人强盛。 然后他们就方言祷告 所以他们的祷告词内容 没有跟神的话语结合在一起 这个不叫用神的话语祷告 但是很多人都是这样祷告 但是我们教的是这一种 就是你怎么把神的话语祷告 就是你怎么把神的话语 把他个人话 然后呢 跟你的祷告词是结合在一起的 这个概念明白吗 这不是我的概念 这经文就是这种概念 耶利米书17章14节 你可以打开 在耶利米书17章14节 耶利米他生病 他做什么事 他一样用经文 来宣告他的医治 拿开圣经 耶利米书17章14节 有课本在七十三页 耶和华求你医治我 我便全愈 拯救我 我便得救 因你是我所赞美 这是什么 这就已经个人化了 医治我 我便得救 拯救我 我便得救 你是我所赞美的 所以耶利米书明白 怎么用神的话语来祷告 明白吗 明白吗 加增 诗篇七十一篇二十一节 课本第九页中间这里 求你使我越发昌荡 又转来安慰我 这是David 他已经个人化了 他说求你使我越发昌荡 又转过来安慰我 明白吗 明白吗 我们要来祷告 诗篇一百零五篇二十四节 第位基二十六章四节 然后你可以用诗篇七十一篇二十一节 这些都是加增方面的经文 我们要来练习 用这些经文祷告 约伯记八章七节 诗篇八十五篇十二节 诗篇一百零七篇三十七节 诗篇一百零七篇三十七节 诗篇一百零五篇十四节 所以这些都是加增的经文 我们要操练用这些经文来祷告 这是关于加增几个经文 我们用诗篇一百零五篇二十四节 刚刚莫斯示范的这一节来操练 懂吗 懂吗 所以你要用神的话语祷告 不是经文读过一遍 然后就看着经文 而是你要开口 然后用神的话语来祷告 你们明白吗 真的明白了 太厉害了 在台湾要教好几堂 大家太明白了 你们几分钟就懂了 好来我们同时开始 先后方约束基督的名 用诗篇一百零五篇二十四节 我们来操练好不好 诗篇一百零五篇二十四节 今可 F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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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ch 商root口 我们来这种人式来学习 29号 是 boss 兄弟 Lord, I declare the power of your word come alive supernaturally in the name of Jesus I receive increase in my life increase in my spiritual life increase in my ministry increase of impact increase of soul winning increase of signs and wonders increase of miracles, supernatural manifestation increase of divine visitation from heaven Lord, I declare this moment increase by the power of God Lord, I declare this mo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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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明的祂 可不成長,我勸説基督的名, 我們釋放神,不守在每一個人身上, 在你的靈體上,加增,在你的財務上, 加增,在你的生命裡,加增, 我勸説基督的名,任何生命的人, 我縱主疾病,離開你,要得運子, 財務上的困難,天要為你打開, 祝福降下來,神的造謀領導, 祝福基督的名,這些需要奇蹟的工作, 我們宣告你打者,你設立奇蹟的工作, 有好的工作機會,在你服事上有突破, 在你的婚宴上有突破,你的家人都要得救, 祝福降下來、聖誕靈節,聖誕靈節 聖誕靈節 聖誕靈節 天聖誕靈節 祝福降下來 好 辛苦了